西元755年 唐朝玄宗天保年间 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 这场历时七年之久的内战 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裂点 在这场战乱中 唐代书法名家严真卿的唐兄 侄子守城栗战殉难 严真卿与悲痛之余 写下了著名的纪迟文稿 为唐代安史之乱 留下第一手亲笔史料 严真卿后世尊称严鲁公 其楷书端宁后时 雄伟气象之书风影响历经千年 安史之乱 严鲁公的堂兄严稿青 出任长山郡太守 敌对阵营进逼 太原节度使按兵不动 不愿持赴救援 以至城墙被攻破 严稿青与其子严记民双双离难 既直文稿就是严鲁公为其侄子严记民所作的记文草稿 文中提到贼臣不救 孤城为逼 赴献子死 朝清暖腹 就是在描述侄子罹难的始末 这篇沉痛的记文 这篇沉痛的记文 措辞庄重严正 流露至情至性的情感 全卷书体以行书为主 亦有铠体 草体相间 其中山改涂抹痕迹 更可见到严真卿书写时 情绪起伏转折的心路历程 全卷墨色 亦因行笔的起 止 停 走 而又浓枯变化 但气韵连贯 比比真情流露 完整地传达出书法家的创作心境 也将历史事件做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